带您来看到以巴冲突持续无解 以色列方面拒绝双方的停火谈判 并且把这个谈判代表从埃及召回来 纳坦雅胡就表示说 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痴心妄想的要求 而哈马斯方面期待的是 以色列从加萨全面的撤军 并且释放所有巴勒斯坦的囚犯 美军FA-18大黄蜂战斗机升空 拦截来自燕门胡塞叛军的威胁 CNN记者还登上艾森豪航空母舰打击群 直击美军是如何在红海护卫商船 我们早上早上早上4.30am 发声热闹在这船航车上 我们发现有可能性的危险 艾森豪的飞行甲板上 战斗机才刚刚挂好弹药 就要马上再出动 平均每天要升空50架次 平凡警戒不分昼夜 每分每秒都处在紧绷状态 从云开始的被动护航任务 升级成主动空袭胡塞据点 胡塞还是不断还手袭击 得靠整个航舰打击群一同抗敌 CN记者还登上同个打击群的 伯克级驱逐舰葛瑞夫里号 恰好巷尉阵列雷达就侦测到 有胡塞的飞弹来袭 新航美军的火力压制有成效 近来胡塞的攻击频率减少 目前有超过2000艘的商船 平安通过凶险的红海 但是胡塞还是没有知难而退 扬言加强攻击商船 胡塞背后还有伊朗在撑腰 威胁始终都在 况且整个冲突的根源不在红海 而是在加萨 以色列还在找哈马斯首脑辛瓦 日前发现辛瓦跟家人 曾经生活过的地下碉堡 人去镂空留下成堆的现金 还有来自联合国的救援物资 以军还从监视器画面里 捞到当时辛瓦 西家带卷逃难的狼狈模样 辛瓦到底在哪里 以色列不惜把整个加萨都翻过来 也要找到他 甚至不甩国际社会的劝阻 执意要往南推进地面行动 加萨罹难人数已经上看三万人 就连一向最挺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的美国总统拜登 也忍不住私下开骂 只是纳坦雅胡充耳不闻 还传出他召回停火谈判代表 说哈马斯要以军全面退出加萨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以巴停火的谈判 面临胎死腹中 听委呈送不到 还有这一边的战火 也在烧失乌尔战争 乌克兰方面指控了俄罗斯空袭 盾内刺客东部的城镇 就造成了三个人丧命 还有13人受伤 并且毁坏了一间医院 还有几户的住家 而且其中一位罹难者还是孩童 另外是乌克兰使用了无人机 来攻击俄罗斯的舰艇 成功地将目标给集成 俄罗斯士兵在乌东阿夫迪弗卡方向边走边拍 却看见如地狱般的场景 走没几步就出现死状凄惨的恶兵 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是传出 要继续在前线聚集 五万兵力比得乌克兰 派出王牌部队 由亚苏银改编 战功标饼的第三突击旅 证实要到阿夫迪弗卡 这也代表该去的战况会更激烈 尽管是为地狱斌的困难 尽管述海区 到辆面加到五个方向 如果太难聽了 听上去述乌克兰 像 Rauch迪弗卡方向边的小镇 本来有3千多人住在乌 现在只剩下500人 留下的人得笨合资罗斯过火 平时也得住在地下室死亡 居所oul 房子看不差不多相应 再次又是无人停 小兵力大工 趁着深夜时间靠近在克里米亚外海的俄国大型登陆舰 库尼科夫号 这艘俄国登陆舰随后被拍到冒出滚滚浓烟 乌克兰表示这艘俄国军舰最终沉入黑海 或许船员恐怕已经死亡 开战以来乌克兰先后集成黑海旗舰莫斯科号 飞弹巡逻艇伊万诺维茨号 以及这次的库尼科夫号 陛下大工的水上无人体 大小其实跟水上摩托车差不多 去年夏天CNN就曾抢先拍摄这款名为 Magura的无人艇 当时就介绍无人艇长约5.5公尺 可负载约300公斤的炸药航行800公里 为了就是展现不对称作战 乌克兰表示现在俄国黑海舰队 有三分之一无法运作 不止无人艇 俄罗斯要小心无人机 周四俄罗斯西南部的库斯克州 又有油槽被攻击烈眼窜天 敏感时间自由俄罗斯军团 也公布组装无人机的影片 放话准备再次打击贝尔哥罗德 重创普钦 这礼拜北约防长再度聚集 比利时布鲁塞尔 余秘书长也喊话美国众院 赶紧通过援助法案 以防俄罗斯和中国案子窃息 不止乌克兰 美国现在也面临新的俄罗斯威胁 原来是共和党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特纳突然表示有重大国安威胁 指美国掌握情报显示 俄罗斯正研发太空核武想毁掉美国卫星 俄罗斯一举一动多少签动 美国大选到底普钦希望谁当选 他亲自给答案 表示拜登比起川普至少比较可预测 俄罗斯表面装淡定 自立校还是动作不断 最新还将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和立陶宛文化部长等人 打入通计名单 理由是他们破坏历史情感 需要被通计 这些新闻综合不导 接着我们来看到北韩 最近试射了新型的地对舰导弹 是在试射后的23分20秒 成功击中目标 而这个结果让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非常的满意 他更强硬地表示 会用武力来捍卫海上的主权 而这是北韩今年以来 第五次试射了 专家就分析 这是在做一个武器的展示 为的是要向俄罗斯推销军武 才安静不到两个礼拜 北韩又在试射巡异飞弹了 这一回是即将在海军服役的 鱼鹰6型新型地对舰飞弹 北韩是在14号上午当地时间9点多 朝江远到原山东北部海域发射多枚巡异飞弹 飞弹飞行约23分钟后 击中目标靶船 隔一天北韩官媒证实 这次同样是由金正恩亲自作证监督 还明确指示要增强北韩海军力量 金正恩下令不要再用口头表述 而是要用实际行动 捍卫海上主权 而这也是北韩今年第五度试射巡异飞弹了 1月24号和1月28号 都是试射新型的战略巡异飞弹火箭使331 1月30号又向西部海域发射了箭使2飞弹 2月2号又进行新型的地对空防空飞弹试射 南韩专家分析 北韩不断提升巡异飞弹的性能 对南韩的防空系统来说 挑战和威胁都不断增加 不只是飞弹 北韩官媒在12号才对外宣布 在24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发射器上 研发出一套可控炮弹和弹道控制系统 渴望提升精准度 而北韩不只是曝光这些武器的试射画面 还同时公布了金正恩的视察画面 光是今年以来金正恩就至少三次现身军工厂 这也让南韩专家分析是别有目的 金正恩的出现 还有异常频繁的飞弹试射 都让专家怀疑 北韩的真正目的是要向武器采购大国俄罗斯 看看北韩的飞弹性能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向南韩军事恫吓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公布飞带击中靶船的实测画面 而且从去年底以来 北韩和俄罗斯关系急速升温 现在还开放了俄罗斯团客旅游 是北韩在疫情后首度开国门 四天三夜的俄罗斯团现身在平壤机场 大家满脸笑容一脸新奇直奔滑雪胜地 还有俄罗斯网红来开箱北韩的临时和冰棒 各种游记Vlog 仍然是北韩最好宣传 北韩热情地往俄罗斯扣拢 传出俄罗斯还解冻了部分北韩金流 看来两国不只是互相取暖 还各取所需 要把利益最大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然后在台北买房子 现在的新清安优惠房贷 让不少人真的起心动念了 但到底你的月薪要多少才可以负担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以台北市来说建议月薪要达到21万 新北方面也要来到11万4 即便到了南部月薪也都要6万以上 其实房价突破千万 你月付房贷要压在2万内 难度非常高 想知道自己可以负担多少房贷吗 一般是建议是月薪的三分之一 龟山A7那边买的 大概前两年买的房子 33岁的首购族Janny 两年前鼓起勇气 在桃园龟山A7重划区 买下人生第一间房 全壮35平 总价1045万的预售屋 预计今年年底交屋 认为桃园临近新北 房价相对双北更亲民 比较负担得起 因为现在目前桃园 大概我那时候买大概30万左右 单品那台北的话 可能就是五六十以上了 甚至更高 就压力来说相对比较大 Janny月薪5万多 每月生活开销固定1万到2万元 因为现在的外食便当越来越贵 都要百元以上 他说一旦年底交屋后 每月就要还3万多的房贷 不过新清安专案上路后 一段式房贷利率下杀到1.775% 到时可以省下不少钱 新清安房贷让许多人心动 但年轻人买房确实越来越不容易 必须先跨越自备款和每月房贷支出 两座大山 因此对于口袋不深的年轻族群来说 最好不要购买 超过自己经济能力范围的高总价物件 想要用新清安房贷在六都买房 月薪要赚多少才买得起 根据房仲业者做的一份调查 在房价最高的台北市 月薪至少要达到21万元 至于新北市月薪也至少要达到11.4万 才符合健康的理财规划 台湾房屋统计联征中心资料 去年前三季 六都大楼平均建估值 搭配新清安房贷 最高核贷八成 以段式机动利率1.775% 和40年无宽限期限来试算 台南高雄住宅大楼 平均总价千万有兆 每月房贷约22万到23万 比起其他四都负担相对轻 但可以看到新北月薪三万八 台北大楼平均2000万以上 月薪房贷更高达7万 专家指出 家庭月收入要高达21万 采购支撑 一旦没有达到这个薪资水平 恐怕难承担所有房贷 你的月收入啊 尤其家庭收入呢 你必须是三分之一 拿来做房贷的支出 会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理财方式 所以用这样子回推呢 你如果要缴得出来 每个月7万的贷款的话 那你少说呢 家庭月收入就是要21万 那这对于绝大部分的 台北小资富器来说 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一般都会建议 不要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现在来说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有些人会采取 二分之一的方式来去做操作 那如果说是 以四万五千块钱左右的 这个收入来去做细算的话呢 大概两万块钱 约莫只能够负担 大概四百万左右的房贷 所以确实想要进场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专家表示 南部购物的负担 相对北部轻松 不过市区新大楼 或是透天物件 总价都破千万以上 若新婚夫妻 总价预算在一千万以内 可以考虑购买中古公寓 较有机会 男人都如果说想要买大一点 比如说南部人 通常都会习惯 比较大的空间 或者是像透天的房型 那当然就比较容易 超过千万的门槛 但相对来说 如果愿意选择 比较中古的公寓 那比较有机会 把总价压在一千万上下 那以这样的金额 对于小夫妻来说呢 也会是比较能够负担的金额 为了缓解年轻族群 买房压力 政府的确做出努力 但年轻族群买不起房的根本矛盾 在于不断飙涨的房价 和长期低薪的困境 若没从根源解决问题 再多的政策补贴 恐怕也无介于事 TVBS新闻 黄冠伟刘云轩台北采访报道 而在新冠疫情这几年 让全球更加的不平等 像是贫富差距 持续的扩大下去 现在呢 全球250名超级富豪 他们呼吁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 应该要对社会最富有的阶级 来征收更多的税 其中也包括了迪士尼的继承人 而且他们市井 如果不改善 恐怕阶级战争 就会接踵而来 但专家指出 其实经济学家 已经试算过了 如果真的去开征了富人税 那么恐怕对经济 会造成反效果 新年穿新衣 但不是家家户户 都有新衣可以穿 连锁服饰店捐赠80万元提货券 让家福基金会的小孩 添购新衣服 过往我们都会收很多的二手衣物 那所有的家庭也都是 哥哥穿人的衣服给弟弟穿 那他看到这样的需求 所以他就决定要捐 他们的礼券给我们 家福基金会长期关怀 弱势儿童少年 让他们能有健康成长的环境 充分受教育的机会 不要输在起跑点 特别在台北市来讲 他有很多的贫富上面的落差 那这个落差 其实在我们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最常见的 大概就是学习资源上面的落差 或者是他的经济资源的 一个落差的部分 台湾最高20%家庭 与最低20%家庭 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数 呈现扩大趋势 贫富拉锯明显 要如何实现公平分配 对我们支持富人税的一个科征 来促进财富的重新分配 然后落实照顾经济的脆弱族群 来缩短社会的贫富差距 当企业家资本家 他在台湾做投资 那他赚了钱 那他应该就要 把他的所得 哪一部分出来回馈社会 台湾是一个清税负的国家 那我们认为说 有必要来课征富人税 根据瑞银亿万富豪报告 过去两年 新冠疫情干扰下 全球亿万富豪的数字 还上升了7% 从2376位增加到2544位 2022年到2023年间 富豪们的财富 回升9% 从11兆美元来到12兆美元 一般的资本家 他有钱人的 他会那么富有 大概就是主要的所得 就在于鼓励所得 所谓的资本力的那个部分 全球超过250名超级富豪 提出征收富人税的呼吁 包括迪士尼继承人 和洛克菲勒家族继承人 税务研究机构调查 如果对全世界2750位 身家数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 克增2%税率 一年可筹得2500亿美元税收 今天一个人只是因为他非常有钱 你就可以拿走他财富的1% 或是3% 有点像是你有钱我就没收你 OK 这个东西会不会有违宪之余 因为各个国家的宪法 都有保障个人拥有财产 个人的财产权 第二点的话就会是 净值该怎么计算 我要把它所有财产加总 有些财产很容易加总 银行里面的存款 定存股票上市的 可是没有上市的股票 艺术品房地产没有交易的 价值在哪里 第三个我要讲的问题 就会是租税的规避跟逃漏 在富人税这个地方 租税的规避跟逃漏 是非常简单的 他可以试着把负债留在台湾 把资产移到国外去 最后的话就会是 其实克增富人税 在很多经济学家的试算上面 都会对经济造成 严重的负面冲击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一个国家的资本 是来自储蓄 那今天克增富人税 会不会导致资本的外移 学者指出 富人税的四大问题 事实上 1990年代 全球有12个国家 曾征收富人税 现在剩下瑞士 挪威 西班牙 在台湾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就会是去检讨 我们现在的税制 其实我们现在的税制里面 有富人税精神 或是概念的 其实也比比皆是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的所得税 像最高边际税率是40% 然后就是最低一级 不用交税或是5%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最低一级税率是5% 最高一级税率是40% 其实这个相差了8倍 OK 今天我是不是觉得 这样的一个累进程度还不够 我还要再加 譬如说我们再加一个市数 甚至拉到50 其实我们现在税制里面 有很多漏洞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 证券交易所得 我们股市从1万点 上升到1万8千点 有多少人 在股票市场里面 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一毛税都不用交 研究报告指出 台湾前10% 有钱人实际缴的税 不到所得的5% 要如何减少一般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租税正义有待落实 TVB的新闻 陈友祥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而台湾进入到了高龄化的社会 退休人士以及长者们的理财规划 又要怎么做 才会比较有保障呢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的是交付信托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但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新兴的认证制度 叫做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 吸引了包括金融业和法律人士来抢进 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 来协助长者们 好好安排人生下半场的理财规划 64岁想要怎么过生活 要知道你的寿命会很长 这是基本的 那寿命很长呢 你在花用方面呢 你要保持生活的品质 健康心理身心灵要平衡 50岁到70岁 普遍被视为壮世代 虽然过了职场冲刺期 但还有生产力 这时候的理财观念 也和年轻时不太一样 除夕累积一些 我就把它转定存 那稍微了解一下 看各银行之间 有没有那个利率比较高的 再来保险是一定要买的 保险是应付意外状况 那我也有投资一点 很保守型的那种股票 到了一定年纪 要懂得把自己照顾好 整整退休后 如果不是有被动收入 那就得靠老本过日子 高练化社会到来 平均寿命延长 活到老要吃到老 退休后的收入 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吗 而且还不止十一住行 还要把医疗费用 长照费用给加进来 钱会不会不够用 高龄者的财产配置 财务规划很重要 国内的民众 很多人退休之后 都在考虑什么 把自己的财产 怎么样可以顺利移转 给我们的第二代 但是可能忽略掉 我们刚提到的一个 医护保障跟安阳退休的问题 所以让自己退休 生活品质变得很差 要把自己的医护保障 一定要先把它补足 那之后呢 当然接下来就考虑到什么 比较好的退休品质 就不要说可能省事减用 弄到最后就变成自己全身 又身体心理就出问题 都参与一些社会的活动 或是一些不同的 社会族群的一些生活 那第三个才去考虑 好 那我如果有生你的财产 我生你的资产 我怎么样用什么方式 可以很平顺的 移转到给我们的第三代 第二代 60岁以上的族群 如何做财产配置 专家提出几个大方向 有些人可能买不动产 买一些可能比较不容易 处分掉的一些财产 万一如果你真的急需要 比如说因为我们医疗的关系 急需要比钱的时候 你这些财产注意不掉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以我的想法 我如果是60岁的人的话 那当然什么 我可能60%的财产 60%的资产 应该要放在所谓 以比较保守性的 是稳健性的一个资产 投资配置上面 那如果是70岁的话 我就70% 如果80岁就80% 那剩下的30% 40% 50%做什么呢 就是配置在刚刚提到的 流动性的资产跟收益性的 高龄者如果对理财没概念 现在也出现新兴行业 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 以金融从业人员 高龄服务专业人员 长照服务人员为主要培训对象 三年来约8000人受训 3455人取得认证资格 可以从这个对高龄者 他的家庭状况 身体心理 还有他的财务状况 去整体了解之后 然后可以为他规划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财务的 一个需求 可能包含这个 他的资产安全管理 财产的配置 还有生活的给付 还有这个甚至他的 废物的规划或财务的传承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完整的规划 跟以往金融业的服务 是比较着重在这个 卖金融商品 或者存款放款 这种传统的业务 比较不一样 帮客户检视退休后的金流 控管长寿及通膨风险 高龄金融规划 不是帮客户做短期规划 而是涵盖接下来的生命历程 高龄者他可能面临很多一些 生活上的风险跟问题 对风险的失能不足 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有被诈骗 或者是说他可能被照顾的人或家人 财产挪用 侵占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情形就可以透过 这种信托的架构来帮他规划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高龄者就普遍 容易失能或失智 他的财产交付信托之后 然后帮他做生活的给付 医疗费用的给付赚款专用 然后另外就是说 他如果可能有一些 他放心不下的人 他想财产要留下来照顾 他想要的人 或者希望未来 家人或小孩 不要为了他的财产去增产 产生家庭的纠纷 那就可以透过这种事前的规划 对理财比较没有概念的高龄者而言 有专业帮手协助 更能满足长辈需求 TVB新闻罗士鹏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高龄化的另外一面就是出生率很低迷 根据了最近的数据显示 2023年新生儿数量是135,571人 连续8年写下了一个新低 现代人不敢生的原因当然非常多 主要考量到经济还有照护两大关键 如何来解决呢 现在有企业在公司的内部设置了幼儿园 甚至还有国小的安亲班 让家长们在工作的时候 直接把小孩带来 然后下班再一起回家 这样的政策确实拉抬了企业的生育率 让第二胎第三胎的人数 比全国的平均值来得更高 走吧 上课了 上学了 陪着孩子一起上课 任职中华汽车的彭先生 每天都带孩子来 和妻子育有两名小孩 因为公司设有幼儿园跟国小安亲班 两个孩子每天都是跟他一起上班上课 下班下课 红先生入职十年 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 当初表示因为思考过二胎问题 但是因为解决了托育的情况 果断决定生恶胎 就算平常自己加班 也能托育到七点 而且公司包含国小安亲班也有设置 等于一直到国中就学前 托育都不成问题 至少生小孩后面一定有人照顾 像刚刚有提到 他可以跟我一起上下班 然后再来就是小学 我们这边也可以安亲 就是说你自行到小学六年级以前 都不用担心 就是都有人会帮忙照顾你 他可以跟我一起上下班 汽车公司幼儿园开设已有20多年历史 全员招收180名学生 根据数据调查 中华汽车平均每对夫妻 预养1.87个小孩 比起全国平均数1.09个 高出不少 有20%的员工 还是养育三个孩子的三宝家庭 生下以后没有时间 或没有办法照顾 那我们也不希望任何的一位同仁 在工作的时候 随时都要担心说 要赶快下班去接小孩 然后我的小孩 现在在幼儿园的状况怎么样了 照顾得好不好 那对于我们同仁的工作 心情上越稳定 当然工作效率也会越好 对公司也是越有好处的一个状况 毕竟上班族考虑脱运问题 不敢生的大有人在 根据远见杂志统计 50岁以下上班族1306份有项样本 则48.5%的人有小孩 然而有小孩的员工 却高达86%不愿意再生 而完全没有生育的 则是超过一半 52.1% 后续也没有打算再生小孩 那多数的受护者都是靠双新家庭 才能支撑其养儿育女 甚至是长照着经济压力 如果我们的企业没办法对于怀孕 或是育孕的受护者有更好的保障措施 那当然会影响到受护者 对于是否生育跟育孕的人生选择 近几年平民争取空服员权益的工会 也发声明表示 会为空服员怀孕争取更好权益 因为空服员一旦怀孕 往往得转任地勤 少了飞行津贴 还要扣除职务津贴 等于形同怀孕降薪又降职 盼望资方早日改善 对怀孕空服员的待遇 空服员一旦怀孕就不能继续直飞 只能转任地勤的工作 薪水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减损 再次扣减他们的固定薪资 影响他们的生计 那这在怀孕跟孕育的规划里面影响 当然会非常的严重 专家表示 经济跟托育是年轻人 不敢生的两大主因 从杂志调查可以发现 弹性工时和居家上班两个选项 位居企业催生原因排行榜 第一跟第二名 不少员工表示 给时间跟价比给钱有用 当企业的工时弹性 加上价别优于政府规定的时候 催生力道有望加强 政府应该多鼓励企业 来做这样子的托额的设施 有善职场的托预的措施 譬如说 让有需要家庭照顾的 照顾幼儿的工作人员 他在工作的 工时的弹性上 能够更加的符合他们的需求 企业催生不遗余力 从时间托预经济三方着手 拉抬第一名生育率 TB的新闻 周董来明 桃园采访报道 确实安心的育儿 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加强的 尤其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孩子们要念幼儿园的时候 不少家长都很头痛 而国内的工幼政策 已经推出六年时间 今年将会进入到第三期 全教总针对了之前准工幼 产生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像是要提高一下门槛 严格的监督 希望教育部不要为了衡量 却忽略了品质 另外还有直接增加了工幼的数量 以及准工幼的补助经费 从一开始30亿元 一直到了民国111年 已经超过了100亿 这都快要追上了 公立幼儿园的经费 老师生动活泼的讲故事书 小朋友聚精会神 幼儿园老师很辛苦 得时刻紧盯每个孩子的状况 一直以来工幼炙手可热 工不应求 这几年中央推动准公共化 幼儿园政策 弥补工幼的不足 就是由政府和私立幼儿园签约 给予补助 提供家长比较平价的教保服务 根据教育部统计 106年到112年 公幼累计增加3409班 增加8.3万个名额 另外112学年 有1947家私幼加入准公共机制 提供约22.8万个就学名额 总共多了大概30万个 平价就学名额 但准公幼政策推出6年 不时传出负面新闻 2024年将进入第三期 民间教育团体希望教育部 要提高门槛严格监督 过程当中当然它就是用充量的方式 所以就是不断的补助 然后你只要来申请 我就给你过 但是我们当时就提醒说 这样子的问题 会产生很多良悠不齐的 这个私幼的一个 他来申请这个总共用 里面有一些把关的一个机制 量是充了 但是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的品质 一般的一个违规的一个事件 大部分就是它的一个生殖比 就是说超收 学生超收 那以学生超收来讲 以现在来讲 你一个人照顾15个 那现在公幼的部分 其实已经逐你要降到12个 那你在现在是 那个准公幼的部分是还没有降 你15个的一个情况下 你又超收 那可想那个子的部分 一定是更严重 全教总认为 现在的准公共参与办法 太过宽松 让有一些品质不佳 招生困难的私幼 能够透过领政府补助 继续生存 变成劣币驱逐良币 全教总呼吁 新的签约办法应该要 三年内无财阀记录 才能加入 不得拒收 若是幼儿 限期两次 没改善就解约 以及合约期间违法 三年不得再申请 身为之前就加入的 准公幼负责人 无欠衡认同 可以再强化监督机制 我觉得就是 其实因为已经进入 第三期了嘛 那其实前面两期 也都有一些调整 那个进入的门槛 那我觉得其实 他进入的门槛 已经算是明确的 反而我比较觉得是 假如他进入了以后 他如果就有一些 违规的市政化 反而我觉得是 应该是加强 那个退场的机制 那大家都有在 有一些检讨的声音 那应该就是把 收集各方的意见 然后把办法定定的更明确 然后再说明会一并说明 让做不好的准公幼退场 也才不会让用心好好做的准公幼被污名化 也要避免家长踩雷 没有人希望孩子受到不好的照顾 而全教总认为 既然准公幼接受政府补助 那教育部就不能轻轻放下 准公幼接受补助 特别是设备费的一个补助 如果你这个准公幼是有违法 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你被裁法了 然后你后面应该要偿还 这个补助的这些设备的费用 因为这是政府的一个钱 那我想这样子 他才会比较谨慎 不要去违法 因为违法不只是你被停掉 你还要把这些之前的一个 补助的费用还要还回来 那我们其实也依照现场执行状况 一直在滚动修正相关的申请条件 那也增加了如果他经过处罚 有减招停招或停办相关规定 那或者是幼儿园他如果有 违反儿少保事件 然后他如果还没有经过财法 或者是他违反的处罚 屡次违规 那地方政府他都可以不受理他的申请 来达到他源头可以去管控的一个目标 准公幼的补助经费 从一开始的三十亿元到一百一十一年 已经超过一百亿元快追上公用 全校总希望政府能想办法增加公用 好好监督准公用 别只顾着冲量为了数据好看 少资女化的台湾需要更务实的做法 让家长安心 TVBS新闻谢谢新王一杰台北报道 心血管疾病小新闻差大 新闻骤降其实各医院急诊病患就会增加 大多为心肌梗塞 心衰竭及脑中风患者 人数大约会比平时增加三成左右 天冷时往往室内外温差大 需注意保暖 如果有胸闷 胸痛 呼吸异常 急触或手脚无力 口齿不清 心脏脑部等病征出现 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天气寒冷的时候 我们的周边血管会收缩 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血压上升 血压上升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中风 或者是心肌梗塞 那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造成猝死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 一些人事实上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脑血管疾病 这群人他的风险更高 寒流气温激动最怕心血管疾病来敲门 寒流来袭低温容易造成血液中粘稠度增加 血管剧烈收缩而血压上升 这些容易造成血液中凝固 然后也造成血液半块不稳定而剥裂 临床上就造成了心肌梗塞 中风及主动脉玻璃等严重相关的疾病 尤其针对具有心血管疾病相关病史 三高病史的及老龄患者 这段期间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 我想心脑血管的患者在冬天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保暖这件事情 尤其是温差 如果这个差异太大 包括室内室外 或者是清早的时候 我想这个 或者是刚好从被窝起来的时候 这个温差的改变 其实常常是造成这个心脑血管 心脏或者是脑部血管 产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各个年龄层都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年轻病友肥胖抽烟者 若有相关病史及三高 一定也要注意规律服用药物 不管是心血管疾病或脑部的疾病 其实在一些天气变化的时候 又是天气变冷的时候 其实这些病人的发病率都会提升 那几个原因 一个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 可能血压会比较有波动 这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再来是有些时候 在一些天气冷的时候 一些交感神经 一些激素分泌的关系 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 不管是心脏血管 或是脑部血管的病人 在这些时候特别容易有状况的变化 天气冷就容易发生 这样的急性心血管事件 其实更重要的是温差的问题 当你可能睡在很温暖的被窝里 或是本来穿着很保暖的衣服 那突然暴露在冷空气的时候 那这时候血压上升 心血管收缩 可能就容易产生 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如果有临床上 有这个非常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 该到医院的急诊 去做诊断的时候 还是要去适度的运动 然后保持这个生理 心理的一些健康 保持愉快的心情 我想对于预防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 都有些帮助 心脑血管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形成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吃的食物要注意 而血糖 胆固醇 血压 其实或多或少 跟饮食都有关联 有时吃太咸的食物 或是吃太多含糖分 或太油食物 都脱离不了关系 我想对于防止这些心脏血管 或是脑部疾病 这些慢性病的话最重要大概就是有一个筛检的概念 不管是说筛检看看自己血压 有没有问题或是说有没有血糖或胆固醇这些问题 容易在天气变化大的时候产生心血管疾病 那不外乎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跟抽烟的患者 那如果是中年男性家族死 就是家里面有长辈有心肌梗塞脑中风的患者 当然也更容易产生这样的事件 这一个病人如果他有抽烟 短固醇心血管疾病 这些的话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像在近年来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心肌梗塞的病人 甚至年纪可以下降到二十多岁的 我们都有看到 医师提醒危险因子一定要控制好 必须定期服药 帮自己测量血压 监测血脂肪 控制好血糖 不吸烟 这都是避免在天气很冷时 突然温差大 产生急性心血管或脑血管病变 最好的保护方法 TVBS新闻 肖英强王华林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